我今天打算玩一个不一样的游戏 那就是一款真人互动VR游戏 杀死大明星 这款游戏由爱奇艺VR制作 也是让我非常的期待 传统的真人剧情互动游戏 往往是通过玩家的选择 来决定剧情的走向 当你做了一个选择之后呢 你就会看到情节进一步的推进 直至看到最终的结局 那么真人互动游戏这种形式 在VR里能玩出什么花样呢 今天就让我们来揭晓答案 我们将利用全息传送技术 带你回到案发现场 在任意时刻点击地图不同位置 即可实时切换场景观察 记住 你不能改变原有时空 只能通过切换不同空间 来寻找线索 帮助我们找到事件的真相 你准备好了吗 这个跟我想的不太一样了 你还可以选场景呢 我们进入到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是书房 我们前面有一个进度桥 它可以播放视频 这个应该是发生在书房里的故事 笑什么笑 也不知道帮我一下 这是游戏里两个角色 这个界面应该是提交界面吧 谁在现场留下了恐吓信息 谁最终导致了漏电事故 谁是真凶 这个我觉得是在你有了判断之后 最终的提交界面 这个进度桥是可以调的 所以我们基本上是可以看到 每一个房间里发生的所有事情 好 我们换一房间 来到客厅 好像这个客厅是人最多的 这是走廊 浴室 还有浴室呢 这可能就是明星休息的过室吧 这应该是那个明星 案发前15分 所以我们体验的基本上是一个15 6分的一个故事 只不过呢 是我们现在可以在不同的空间里去看到 相同时间段的这么一个故事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先把剧情调到最后 看一下这个最后是什么情况 然后再回溯到前面去看 看到了这个结局之后 我们现在就可以回看之前的故事 然后做出我们自己的判断了 这个老板看着就有问题 这小伙子应该是摄影师助理 好像也有问题 你看这个摄影师鬼鬼祟祟 我估计他也有动机 这个小助理好像是最无辜的 但按照一般推理剧的路 往往人畜无害的角色还有故事 那么真凶到底是谁呢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玩一下这款游戏来试一试 我个人还是非常喜欢这种形式的作品 因为它其实是在某个方向探索了VR游戏 包括VR叙事作品的边界 好了 我们今天的体验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会喜欢 如果你想看到更多好玩的VR游戏 就请订阅我的频道吧 朋友们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